雨淡轰炸全台湾 气象局特别对嘉义山区 发布了大好雨特报 而这波大雨不但是造成土石摊坊 今天下午阿里山公路上 更有多处路段都出现了 像这样子瀑布般的水势 还有阿里山乡不但出现了 溪水暴涨还爆发土石流 让来吉村部落首当其冲 所有人员必须要先行撤离 来吉行村桥 花生土石流 混浊的溪水夹杂大块土石 不停流下 眼见许多大小石块 随着泥流翻落 画面相当吓人 从另一头可以看到 滚滚泥流还不停溅起水花 加以阿里山西的支流 二十号下午爆发土石流 来吉村部落首当其冲 还好人员先行撤离 没有酿成伤亡 雨炸全台 溪水也跟着暴涨 没雨季来了 水也来了 溪水夹带泥沙倾泻而下 水流湍急不停冲刷土石 暴涨的溪水几乎要吞噬一旁的树木 嘉义阿里山达邦西受到大雨袭击 溪水大暴涨 气象局二十二号中午 针对嘉义山区发出大豪雨特曝 阿里山公路豪雨不断 还出现瀑布场景 水流就像瀑布般 从高处坠下 水势相当猛烈 路过的车辆还特地靠左行驶 就怕受到波及 全台豪雨不断 摊放意外跟着上演 巨大土石和树木直接横躺马路中央 二十一号晚间十点 嘉义一六九线道出现土石坍塌 一度阻断交通 车辆不可通行 大概在九点十分的时候 已经清除完毕 还好意外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另外阿里山铁路受到大雨影响 礼拜五预警性停驶 没想到部分路段被土石掩埋 隧道内更因为排水不及出现积水 因此林铁主线部分 二十三号只开放 嘉义往返奋起湖的路段复始 其他三条支线 路线巡检正常 二十三号全面复始 除了山区 沿海低洼地市的东石 周五凌晨也出现暴雨 南桥的水位高涨 溪水接近桥墩 还有人冒险钓鱼 提醒民众雨还会继续下 外出务必小心再小心 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